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12月30号的早上8点钟 然后呢我现在就要去上班了 有些小伙伴呢让我直播一下这边的极寒天气 我今天呢就稍微做一个记录给大家看一下 早上上班出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走吧 大家刚刚看到我先穿了靴子 然后这个靴子比较高一点 这样子的话踩到雪地里面不会有雪进去 因为这边有的时候体血真的还蛮深的 然后呢我戴了手套 在这边戴手套呢其实不只是为了保暖嘛 因为一般都是在室内 然后在车里面 它的那个手套的保暖的功能的话有 但是不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我刚刚开门 开那些金属的那些门把手 如果不戴手套的话 那个手就直接会被粘在那边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然后还有呢就是 我们车虽然停在车库里面 但是还是插了插头 因为那个电瓶啊它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时候 实在是非常的脆弱 所以还是有插插头 早上呢就把那个插头先拔掉 然后呢现在我还是在热一个车吧 车子还是要再热一下半话开起来 还是会有嘟嘟嘟嘟的声音 我早上是八点半上班 然后呢因为今天拍视频所以走出的稍微早一点 我平时的话八点十分出门应该是来得及的 因为我的路上的车程大概就十五分钟不到吧 其实我这个出门时间已经算是比较晚了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偷了一个垃圾桶 就是在这个点的话垃圾已经收完了 垃圾车早就已经来过一遍了 大家能看到吗 这个就算是我们小区内部的路 就是一般是不会有人铲雪的 这个雪是不需要铲 大家就最多把自己家门口的那个车铺稍微铲一下 然后这个路的话就是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有点滑 一般早上的话冷车冷的轮胎 这个路是不太能杀得住车的 这里也算是小区内部的路 那我们开车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有一次在这里就没有刹住车 非常的危险 还算每一会儿我的车还没热 结果有车子就开始起霜了 大家看到这里还有一个绕行的标志 就是不是stop 但是要绕行 然后在这边看的话的话这个路就很大杀足了 绕行的标志就是说如果有车的话你就不需要绕它了 但是没有车的话你就不用完全的停止 这两个车就是圣诞节后然后元旦前 这个车呢已经少了很多了 不然的话那这个路我会等很久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stop排 我停住了 stop排那就是必须得要停下来 然后再按照升级的路程 像这个滑的话 也是很滑的 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到坏了滑的 不会滑上去抓麻木鸭子 没有抓柜子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一般我的村庄就是在 呃 四十马一类吧 上去马丛就 我会开得很滑 然后去我们的地方的这个这个拖程 一般就是十一二分钟 然后在冬天的话我会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真的还是慢慢来比较好 大家看到了到这边的话路上面还是白白的 然后可以看到有反光就是光光的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冰面 然后有两条轮胎印子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通过我这个 架在那边的打枪设备看到 反正有一些是有车轮印的 就开的时候就沿着那个车轮印 如果没有车轮印的话 反正就是要小心的开 哦 这个车子里面还是很冷 我把那个空调的声音关小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能听到我的我说话 嗯 李贾娜娜真的就是 应该就是12月到1月吧 就是有这些有这么几天 非常算是极寒的天气 那看到这边路了 这个已经算是快速路了 然后我现在开的车速的是60万 这边线速是70万 我一般就真的不超过70万 就慢慢来 在夏天的时候一般线速是70万 我们会开在70万 起码左右 不会 嗯 双数不超过10% 它这个是反而允许的 那在这边的话 我现在最高最高就看到75万 最多就多了 也是一瞬间的 然后像这边呢 后面的我也是不太看的习惯了 就有的时候会跳 有的时候会不跳 还好这边跳红的是运居的 然后再会过去路下 就不需要击杀 然后就直接过去 别人也会绕着你 我再说了 现在已经是8点 8点16分了 然后呢 这个天就是 还是有点黑的 其实这个已经过了那个冬季的那个日子 这个天已经慢慢的晾起来了 在前面那口子呢 我要转弯 然后我说我现在的这个车速 还是不是很快的 因为前面那个弯的又是很难杀 很难杀的出车了 还没看到 我们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这个刹车就是那种爆刹的声音 出车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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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算是在市区里面的快速度 然后呢 我现在就需要 因为我的电力还在小镇嘛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上一个高速 然后就去到小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高速度是怎么样的 这个车道这边还是有雪 然后上了这个出车的话会好一点 这边除了第一场雪吧 第一场雪会特别的特别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会高速会风 但是风的时间呢 不太长 因为虽然说是这样的机还天气 但是大家毕竟习惯了嘛 那这也不是一年两年一次两次的 所以这个影队呢 到国内也是不能比的 这边的限速是110 同样的 我在天热的时候我会开到120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基本上 那低速循航在109左右吧 这边我会把低速循航关掉 因为这边有弯道 然后这个弯道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继续 我就很怕在这些地方会有暗冰 所以我会把速度减慢 大家看到吗 这边还是有点冰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地方它就是会特别的冷 所以有些冰没有化开 反正要非常冷东西吧 因为在这边你就如果万一出个事故的话 你就会撞到那个下面去 然后就要等着那个拖车来 拖车拖一次的话 基本上就剩200岛左右吧 好了这个弯道已经过了 继续开低速循航 这样我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就是有小伙伴问我 就说 你们讲一下在丽贾大 那个在丽贾大接来天气出行是怎么样的呀 然后我都会分两方面跟他们讲 因为我知道呢 有一些华人 他到这边来呢 他不一定会选择这种固定的上班 工作去上班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其实对于这个机械天气啊 影响就比较小一点 因为他可以挑那些 就是中午啊 或者下午 血已经滑开的时候 再出行 就像我们这样子 第一天来的时候 因为要赶去 不思考 每天咱们要送我们孩子 去上学啊什么的 就是 真的还蛮痛苦的 然后每天都要开车 司机在开车 我在边上 我也不敢睡 我也不敢休息 就 叮叮叮叮叮 眼睛 虽然也帮不了什么 但是真的一颗心是悬在那边的 然后后来孩子转到李嘉南来读书了 司机呢 每天就基本上送了孩子 9点才出门 那时候的高速呢 就会好很多 然后车也会好开一点 但是现在我每天都要上班的话 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压力 会非常的大 然后我自己开车 这里也有个弯道 这边就是乍到的话 尤其要小心 先经理一下 所以如果不用上班的话 基本上 你在这边买一辆车 换个东胎 最好是四驱的 一般问题不大 然后 如果你开固定的线路的话 更加的会熟悉一点 但是如果要上班的话 首先早起就是一个挑战吧 然后热车啊 然后在路上面 就是 小心 应该就 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大家也都是在这样子操作的 对吧 但是以前我们去布斯教的路上 就会看到有车子掉在沟里 有一些也是港的地下区 还在努力挣扎 想爬上来的那种 就会非常痛 想想就觉得很可怜 我们排了很慢 然后他们就会 都会超我 这个就是本地人 和我们这些外地人的区别 对吧 他们排上都很猛 但是呢 往往掉下去的也都是他们这些 会游泳的人 然后就慢慢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大脚的行设备拍 然后是插在车上的 我也不知道能拍出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希望大家能够满意这个 既然天气下这个路况的直播吧 但是说实话 这个冷啊 跟小马过河也是一样的 到底是冷还是不冷 这个路况好还是不好 车子好开还是不好开 大家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 然后你听我讲也只是听听而已 可能到了这边以后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在这边的话 抽屑 就像我的话 睫毛啊 那个鼻毛啊 都是会冻住的 在这边有一个 刚来这边的 刚来这边卡通 上大学的一个小公将 他贴了假睫毛 他就拍出来 拍得非常的明显 我把他的那个频道也放在话中话 大家有兴趣的欢迎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跟他聊一下 大家都听听 可能对你们到来这边有所帮助吧 我希望真的 我一遍一遍的在我的视频里面讲 就是我希望我的客观记录 然后这些信息的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些心理准备 也最好有一些物质上的准备 这样不至于 就是出来乍到 会遇到一些很难处理的问题 哎呦 这边就是弯的话 就真的是要当心 我没事 我弯得非常慢 就只是那个支架岛了 我就到了 所以到了这边以后才知道 那个方向盘加热和座椅加热 真的是很有必要呀 我到了这个上班的地方 其实那个车子的空调 还是不是很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